美国媒体称 中国对世界稀土市场的影响力 再次受到关注 事实上 稀土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战略性矿产 据彭博社5月24日报道 当前中国在一些重要市场 预先确保了供应链安全 其中包括用于电动汽车和大容量存储的电池 这些电池依赖于骨、锂和一系列其他材料 这些材料过去应用并不广泛 但如今其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 报道称 通常中国被视为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 在新能源领域 中国已经大幅领先 不仅是电动汽车的生产环节 而且还体现在电动汽车电池的制造方面 据达顿大宗商品有限公司称 在骨化学品领域 中国去年产量占全球的80%左右 此外通过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设施 中国也成为骨原材料开采的主要国家 约占世界供应量的70% 特斯拉公司供应链前高级主管 现任英国基准矿业情报公司首席顾问的 维瓦斯·库马尔表示 美国依靠非国内资源 来获得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金属 这种策略使美国面临广泛风险敞口 根据英国基准矿业情报公司的数据 全球电池制造业产能 67%来自中国 美国仅占9% 报道称 美国可能面临雨之前 遇到的依赖外国石油相同的问题 库马尔说 报道称 美国80%的稀土 依赖从中国进口 稀土最终应用于锋利涡轮机和电动汽车 以及智能手机和军事设备 此前 一些美国议员已经对矿业安全 给予了更大关注 2017年末 川普下令 深入研究美国如何解决对海外供应的依赖 阿拉斯加州参议员 丽莎·穆尔科斯基 正在推出一项美国矿产安全法案 旨在通过加快颁发许可证 批准更多研究和支持回收 来鼓励国内生产 报道称 美国政府去年将关键矿物清单上的产品种类 扩大到35个 其中包括古、锂和稀土 其中有几项中国是重要供应国 例如 例如用于半导体的身 因液晶屏、T电池、抗燃料电池、B医学和原子研究